Chinese Mandarin Language is not harder than you think. Hanbang Class has more Chinese coursework and efficient materials to help you get it easier. We will also update every week. Let's subscribe and learn more here. Enjoy with us, Hanbang Class。 HSK标准教程是一套充分体现、考教结合、 以考促学、以考促教理念的综合汉语教材。 从内容到形式,与考试全面接轨。 本书是第六集上练习册。 配套录音,录有每课的听力练习部分。 北京语言大学电子音像出版社,录制、出版、发行。 HSK标准教程6、上练习册。 第十四课。 背着电饭锅拍北极。 一、听力。 第一部分。 第一到五题,请选出与所听内容一致的一项。 现在开始第一题。 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我发现外国人对于经典老车的区分很明确。 1919年之前生产的汽车被叫做老爷车,之后生产的汽车叫古董车。 单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他们对于这些经典老车常常是怀着一份静默之情去看待的。 二、消费者不应该只把眼睛盯在哪种商品价格升了或是降了,支出多了还是少了,而应用心研究钱的购买力。 钱的潜在价值还有哪些?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精打细算,花多少钱,办多少事。 三、对包装人们提出了绿色的要求,希望它在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两方面都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特征。 即,该种包装源于自然,能与自然融为一体,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无害,能重复使用和再生。 四、春节后是员工跳槽的高峰期,也是中国企业招聘的高峰期。 一是会有员工离职,二是有些部门对人员有新的需求。 作为部门经理,这时就应该对人员变动,提前做好预期和准备,以免临时抓虾。 我见过许多成就颇高的华人文化艺术家,这些人往往是一席中式对金衣衫。 神情淡定,举止儒雅,那种气质和风度令人倾倒,我深信文化就是蕴含在举手投足之间的秘密。 这些生命与文化的密码是任何形式的全球化都无法改变的。 第二部分 第六到十题,请选出正确答案。 现在开始第六到十题。 第六到十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 大家好,在热闹的娱乐圈里,陈老师算是位特立独行的人物。 演戏之余,往往深居简出,即使不得不参加一些公开的宣传活动,也是惜字如今。 于是,一些人说他是典型的孤方自赏,冷漠清高。 不过陈老师本人却觉得自己很委屈,也许是为了证明自己并不那么个色,他同意接受我的访问。 您是不是一直有意识的,使自己和这个圈子保持一定的距离? 我不是有意识的,在圈子里也有不少谈得来的朋友,但是我不喜欢动不动就上酒桌。 我一上这个酒桌就觉得是一种煎熬。 没话说? 没话说,因为我本人不喝酒。 尤其有这么一两次,当一个人喝醉酒,一个主题一句话跟你说五遍的时候,我就感到窝火, 头脑就会冲动,心里充满难以抑制的愤怒。 平常的潇洒劲也没了,觉得是别人强加给您的。 对,你还得客客气气地对他,好好听着。 他跟你说五遍,一个名片递你八张,这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烦。 那跟什么样的人说话越来越多呢? 可能跟我自己对话多一些,我经常反问自己一些问题。 问自己什么问题呢? 其实,仔细想一想,包括现在社会一天到晚在强调竞争,往往就忽略和忘记了独处的美好。 美好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是自我进化,自我调教,自我教化。 在独处当中,我才能够真正安安静静地去思考,我喜欢自己支配自己的时间。 那您靠什么来排解自己的压力和情绪呢? 我有第二支点,就是弹钢琴。我把弹钢琴当作自己情绪的抒发口。 不同情绪的时候弹不同的曲子? 对,我弹钢琴时面对一扇窗,从那扇窗可以望见天空。 我经常会坐在钢琴前面,一边弹琴,一边使目光穿越窗口,用心跟一片片白云对话。 六,男的为什么接受这次采访? 七,女的所说的这个圈子指什么? 八,为什么男的一上酒桌就觉得煎熬? 九,男的为什么喜欢独处? 十,关于男的下列哪项正确? 第三部分 第十一到十七题 请选出正确答案 现在开始第十一到十三题 第十一到十三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无论是摄影还是旅行圈子,火车迷都为数不少。 王维对于火车,对于铁路的喜爱,源于小时候家住火车站附近。 铁路就从他家楼下经过,趴在阳台上观察来往的火车是小王维最喜欢的游戏。 后来他变成了十足的火车迷,他观察火车,画火车,研究火车的车型和运动原理,关注铁路的历史和建设。 他设想过自己当上了火车司机,也觉得造火车的工作很不错。 没想到的是,如今他举办了铁路题材的个人摄影作品展。 这张拍摄于卓兹山的照片是王维最喜欢的作品之一。 他还记得这里的地形特点是多山,多丘陵,少平川,景色赋予变化,非常美丽。 火车蜿蜒穿行期间,又给这份景色平添了一份硬朗的动感。 为了拍出火车经过那里所呈现的大曲线的美感,王维多次前往,仔细研究卓兹山大曲线的拍摄角度,最终在大曲线北端的高山上将曲线的S型整个收入到画面中。 后来,随着川山隧道的投入使用,卓兹山大曲线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不再有列车通行。 他的这张照片承载的也就不光是一份美,还有着一段沉甸甸的历史了。 11.王维的职业是什么? 12.小王维成为火车迷的原因是什么? 13.关于王维拍摄于卓兹山的照片下列哪项正确? 第十四到十七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从前森林里生活着一群熊,它们食物充足无忧无虑。 突然有一天,森林着火了,它们的家园被烧光,食物没有了来源。 这时,一部分熊说,我们去北极吧,说不定那里有我们的天地。 另一部分则反对说,不行,那里气候严寒,说不定我们会冻饿而死,还是找个近点的地方吧。 熊们争论到疲惫至极也没有结果。 最后,一部分熊去了北极,一部分熊去了四季温暖,草木充裕的盆地。 到了北极的熊,学会了在冰冷的海水中捕鱼捉虾,甚至和比自己大的海豹搏斗。 结果,它们进化成高大凶猛的北极熊。 到了盆地的熊发现,这里的食肉动物太多了,它们根本抢不到食物,于是,它们改吃草。 可是,更加意外的是,这里食草动物也多,它们连草也抢不到,于是,它们改吃别的动物不吃的食物,竹子。 这才勉强生存下来,成了人们偏偏念叨的,宾威动物,熊猫。 竞争每天都在发生,如果一味地逃避,唯一的结果就是被淘汰出局。 因此,要勇敢地走在风暴的前面,敢于主动超越自己,只有这样才能不被别人淘汰,让自己成为那个走在最前面的,乘风破浪的勇士。 14.关于熊可以知道什么? 15.关于北极熊可以知道什么? 16.到了盘地的熊生活得怎样? 17.根据这段话,下列哪项正确? 16. Great står了! 16.关于北极熊 16.关于qua坡和柄 20. ⑤